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这个 电商应用的产品工作流 这工作流真的很强 他是怎样呢 他就是说 你把一张你的产品图放上来 不管是怎样 没有去备也没有关系 那有去备也没有关系 那我们再用一张AI的 生成的model图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衣服呢 放到这个model身上 变成这样的效果 那原始图是怎样呢 原始图是这样的 左边这张是我的原始图 然后我现在帮他换上这张衣服 那 现在呢 他这个工作流呢 并不是只有衣服可以 全部的你想要搬什么都可以 我等一下会一个一个试给各位看 那我们现在先来讲解一下要使用什么模型 我们要用这个Fluxphere模型 这个Fluxphere模型呢 也是 黑森林工作室 释出的 东西 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模型 释出4个东西 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讲这个 Fluxphere模型跟这个Redux模型 这个Fluxphere模型呢 就是拿来修补重备的模型 庄能是使用在这个功能的 那这个Redux模型呢 他就是可以把你 需要的这个 这个Redux模型呢 就是 他的功能就是说 你可以把你要的标的物呢放进来 这个就是他的功能 那这真的很强 我可以跟各位说 我尝试了很多东西 然后每一种效果都非常的好 那我一个一个来试给各位看 然后顺便跟各位说我这个工作流是怎么用的 首先这个都是Flux的基础的Node 大家应该用过都知道 那 主要就是这个模型要 完成这个Fill就是 修补重复的模型 那我添加了这个Flux Lola是什么 这个Fillux Lola就是说呢 我只要跑Fillux 那效果就很好了 那 这个调度器呢 还有这个采样器大家自己再去试试看 别的 那我这里都没有动 我只改这个Fillux 那效果就已经很完美了 那还有就是说呢 这个Lola我们挂载进来呢 接下来挂在这个 文本编码器 那这个文本编码器有注意哦 你不用写任何的东西 什么都不用 都不要填 都不要管他 反正你就是要挂 那挂进来呢 再把这个 文本编码器的Continue呢 放到这个ApplyStyle Mode 这个ApplyStyle Mode呢 就是拿来挂载这个Redux模型的 编码器 跟Redux模型 Redux模型挂载在这一边 这样 那这个Redux模型的编码器呢 我们要用384这一个 那这两个东西呢 我们 要自己去下载 下载下来要放在哪里 我都帮各位整理好了 这个Huggingface的网址 这个Redux模型呢 Fear这一个呢 不用说就是下载在那个 Fear的目录 那 这个呢 Redux模型呢 我们要放在CombieWide的 Models资料夹 的 这个 Style Mode Fear模型 Fear模型 Redux模型 Redux模型 Redux模型呢 就一样你要放到对应的位置 就对了 这样 好 那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要放哪里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说呢 这个强度 0.5到1都可以 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 然后这个就不要动了 这个就用Style Mode 那 接下来这里呢 就是我们要传进去 这个 就是要参考的标的物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传这一边 这张照片 那我特意帮各位用这个Resize Image 就是说你可以弹性的去调整这个 标的物的尺寸这样 那我把它固定在1024 那一样 这一张是我们的参考照片一样 你也是就是这样 标的物跟参考照片 你就一样 也就是选择资料夹 然后把这个 给填进来 这样 这个我们要 就是要放进去的这个 这个 诈骗的地方呢 我们一样 我也是给他一个 Resize Image 然后 帮他调整在1024 为什么 我只是要固定 给大家好看而已 这样 然后我再把 这两张照片合并 这里连过来 这两张照片合并 然后 因为我主要是要传送 那 我主要呢 就是 一样要去重复这一张 那重复呢 我们就要用这个 Impension Model Coding 这一个 然后把遮照区域给传进来 那遮照区域呢 你就按右键 Open Mask 你可以 Editor 这一个 Open Mask Editor 这一个 点开 然后你就 随意的重复就好 我说真的 真的是随意的重复就好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 辨识功能很强 你这个画的不好也没有关系 他自己呢都 都会去补处 我说真的 你这个画的不好也没有关系 他这个功能真的很强 大家会随意去补处 那我们就把它传到这个 Impension Model 这个 Condition里面 那这个Condition呢 我们再传到这个采样器 那样 我们这个刚刚 有放这个 文版编码器 然后接到正向跟副向 然后再接到采样器 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说 这个Flyx的这个 引导系数 你不能把它 改 官方 建议就是30 官方建议就是30 那 我们就写30 就好了 你就不要去动它 这样 然后 跑出来呢 我这一边呢就是接 这个VAE Decode 这个VAE Decode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输出这个诈骗 要输出这个诈骗之后呢 我特别呢 再去把这个诈骗呢就是 我都是1024x1024 所以呢我再把它左半边 截掉 那大家就可以拿这张图去使用 那这里呢我也保留 我就一次存成两张就对了 这样 那这样大家就可以去 看 去比对 这样 那这个是怎样呢 这个Preview就是 就是说再去 比对 原来的 跟后来的这个模特 穿的衣服差别 那 我现在跑一次给各位看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我这个真的只有跑八步而已 很快然后效果就很好 然后结果出来了我们来看一看 有没有衣服已经穿上来了 然后也帮你截图了这张就可以用 然后这就是原始图 然后这就是这个 这我们换过来之后的图 然后呢 他并不是说只有衣服 你想到的任何东西 都可以 来 我们今天换一个包包 我今天是包包 好 好 我们今天换包包来看包包 有没有这样就好了 有没有这样就好了 这包包就 这样换过来呀 那除了换包包以外呀 你不管是换什么都可以 那我们现在再来换这个 鞋子 一样随意图抹就好了 一样随意图抹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 跑这个鞋子 你看啊我都没有填提示词啊 有没有鞋子也换过来 非常的完美哦 鞋子就这样换过来了 那我们呢换裤子也可以 可以 有没有裤子也穿上来呀 破洞的地方也很一致 鞋子也换过去了 破洞的地方也很一致 连这个手插牛仔裤 他也都帮你还原了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这个Flux的 Fill跟这个Reduce模型 再加这个Clip Vision 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就算呢 我要用在 食品页也是可以的 假如说我今天做了一个蛋糕 然后呢 我要把它 放在一个 放在一个很漂亮的 这个餐桌上面 那要怎么做呢 一样 我要放在这个盘子上面 一样 我都把它在这里 全部重复起来 随便图就好了 有没有 就放在一个很完美 就这样 实在是太完美了 没有维和感 完全没有维和感 就是这样 那今天呢 假设我是一个装潢师 或是室内设计师 我有一个很空旷的浴室 我有一个很空旷的浴室 然后要放一个 要去一步一步放那些 浴室的东西 比如浴缸 洗脸盆那些 那我要先看 怎么放比较好的话 一样 你把你的商品 放在那里 或者是说 标地物放 船上来 然后再把你的 这个要修改的图 放上来 他们一样 有没有 就这样翻过来 真的很完美啊 他就这样 这样把它翻过来 这样你就可以看你这个 浴缸要放在哪里 比较好 这就是这个 工作流强大的地方 那 因为他这个是 填补比对 那 我自己是又做了一个这个 把就是 这个 要用真正要用的图把它 切出来这样 那这个真正要用的图呢 要用这个ImageCraft 这个 功能 那你自己看要从哪里开始切 Ax走就是这一边 Y走就是这一边 那 因为我都是用1024x1024 比较好做示范 那我就是说 我要从这里 Ax走的1024这边 开始切 那切的范围 是这么大 这样 那就是把左边这里 都切掉 主要 城市买都是这样 由左算到右 所以呢 他就是把 左边那边都切掉 只保留这一块 那我这一边的 工作流 这里有一个范围给大家去 参考 就是你自己可以先 把你的尺寸图 传进来 然后去 切切看 看到你切出来的 范围是多少 自己下去 看 固定之后呢 再放到这一边 这个就是给各位参考 你可以 可以用也可以 不要用 这样 那这个工作流呢 我会放在 那个 YouTube的说明栏 跟那个 脸书社团的那个留言区 大家自己 需要的话 再去下转 然后再去下转